首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做這個飲品的材料 有些水果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水果 我在雪櫃裡找到草莓 青蘋果 橙 檸檬 你喜歡喝的白酒 可以加一些水 或者你家裏有Tony Water 也可以 甚至是Soda 或者是雪碧 或者是7-Up 也可以的 如果是用汽水的 我們可以減少一些糖 如果像我今天這樣 我用這一款酒 它的提子是Moscato 它也是 都是甜的 屬於甜的 我也可以減少一些糖 甚至不加糖也可以的 首先 今天 平時我們 我們 喝的就是 用一些水果浸泡 今天 我就是用水果浸泡酒一起喝 很簡單 首先我要一些水果 你自己喜歡什麼水果也可以 我要一些 橙 因為水果浸泡 去沿煎 沿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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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切幾片 先吃 給你看 然後 我們可以再把它切 對半切 有核的切 烤了它 切到一個 四分一 四分一切 先把生果 把橙放進去 今次我用的白酒 比較甜 所以我不加糖 如果你選擇的白酒 不是甜的 你可以加蜜糖 或者把 的水 轉成汽水 第二次我用 草莓 加少許檸檬 我要 兩片 蘋果 我用青蘋果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蘋果 紅蘋果 富士蘋果 什麼都可以 因為蘋果怕氧化 我可以在檸檬上 擠少許檸檬汁 擦一擦 擦了之後 我把它放進去 最後我把奇異果 放進去 好了 滿完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加少許 你喜歡的 草莓也可以 像這個 你可以加薄荷 如果不想的 可以不要 放進去 把酒 倒進去 比例 就是 兩份酒 一份水 我現在不如量 要放進去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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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兩杯 酒 放進去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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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杯 3 1 1 即是375 即是大約一杯半 我現在是沒有下醋的 真的覺得冷了之後 真的覺得不夠甜 我才加少許蜜糖去調味 現在這個是暫時完成的 暫時而已 為什麼呢?因為要冷的 你看一下 那隻的顏色很漂亮 現在蓋上它就放進冰箱 冷冰3小時 一會見 接下來我就想做一個我很喜歡吃的韓式泡菜 平時的韓式泡菜 通常都是 有些包心菜 這樣做 而我喜歡吃這一隻就是一粒粒 可能你在吃韓國食物的時候 都會看到的 一粒粒的紅色的蘿蔔 醃到它是橙紅色的 那一隻 原來它自己有個名字 它的名字叫做 GADUGI GADUGI 那我今天呢 我們就想 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在家製作給自己吃 好了 首先呢 我洗妝淨了一些蘿蔔 披了皮 現在切到一塊塊 然後我把它變成一粒粒 切到 好 好 讓我找回正確的位置 OK 那 我首先呢 就是 想切它 大約1cm厚 待會再切一粒粒 就是 跟回去 這樣 然後呢 就把它切回一樣 跟厚度一樣 變成一個 四方 四方形的粒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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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蘿蔔呢 切好了 然後呢 我呢 就切下少少 呢 鹽 和糖 糖呢 我就要兩個 tablespoon 兩大匙 倒下去 同樣份量的鹽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有大約 接近四磅的蘿蔔 就是 削皮之後呢 這裏呢 就剩的蘿蔔 大約有四磅 這樣呢 接著呢 我對手仔乾淨的 接著呢 我呢 就把它呢 就是拿 現在拿鹽和糖呢 這樣呢 拌一拌 醃一下 我先把它醃一下 為何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呢 鹽和糖呢 其實 放到蘿蔔裡 首先鹽 它就會令到蘿蔔 會出一些蘿蔔水出來 令到呢 我們醃的時候 待會呢 要蘿蔔 避了些水出來 而糖呢 就可以 加少少它的甜味 我拿開它大約 半個小時 至1個小時 等它出水 我拿開它 接著我們就下一個步驟了 這樣呢 說明呢 做泡菜啦 那當然呢 就要有 那個菜 醃泡菜那種味道 那我首先呢 我就要一些 蒜頭 大約 五六個左右 五六 反 那我 六反 加上去 那其實 不要說一定要 量度到很準的 因為呢 其實醃出來呢 就是它醃出來的味 看看你自己喜歡 多點蒜 還是少點蒜 那首先呢 我先把蒜 拍扁去 去掉皮 然後呢 就要一些薑 其實薑就不用太多 要少少就可以了 那我切了它之後 就先削了它 少少皮 薑就少少就可以了 那我就切 切碎它少少了 魚露 大約 四分之一杯 魚露 還有呢 我加少許洋蔥 剛才我做飲料的時候 有半個青蘋果 就放進去 如果家裡有蘋果可以放蘋果 沒有可以不放的 那我看到我還有半個蘋果用剩 我就放進去 那我還有些蔥 做好之後 我們做什麼呢 我就把這一堆東西 打破它 好 好 好 看一下 它現在已經全部碎了 在這個時間呢 我就可以放紅椒粉 你看一下呢 你自己想要多辣 如果不太辣 就放三分之一杯 或者四分之一杯 如果辣一點 你可以放到半杯 都可以 那我現在就放進去 我大約放半杯 然後我把它拌勻 放在一起 這樣呢 我這個呢 就等了 等什麼呢 就是這個呢 就是底部 等一下它還要加些水 那加些什麼水呢 就加一些浸蘿蔔 出來的水 我不加另外的其他水 我就用回浸蘿蔔的水 再加一點 然後就可以放進去醃 接下來呢 我們做什麼呢 我呢 就做一個 涼拌的 雞絲涼拌 首先呢 我就要一點水 然後呢 我就可以放兩條蔥 放進去 然後呢 我就要一個蔥頭 然後呢 我把蔥頭放進去 然後呢 可以放兩片薑 然後呢 我把這些呢 全部呢 就放進去的水 然後煮滾 煮滾完之後呢 就可以把雞胸肉放進去 煮滾了 這樣呢 我這裡呢 其實是半個雞胸肉 你喜歡做一個 因為我這次是做一點 不是做太多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是用半個雞胸肉 那如果你喜歡做 可以做多一點 那我現在示範給你們看的 那現在 首先我們把水煮滾去 好 那接著呢 我們現在呢 看回 我已經有一點點水的了 那呢 大約這些蘿蔔呢 浸作半個小時 至九個小時 它呢 會出了很多水出來的 你看到它這樣 我可以把水 避掉了 那這個水出來 那這個時間呢 我就要戴手套了 因為呢 那些香料呢 會拿走 那這裏呢 就是有剛才的香料 跟著我要回 呢 大約三 半 少少 剛才那些蘿蔔水 我要少少拌在這裏 先 這樣呢 我就可以將它 全素 就放進去 放進去這裏了 這裏呢 就將它和這些蘿蔔呢 就拌勻它了 然後呢 就將這個底子呢 就將它和這些蘿蔔呢 就拌勻它了 幫它呢 幫它呢 抹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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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 就好像按摩那樣呢 幫它捉到它們呢 每一粒蘿蔔呢 都可以呢 尷尬到剛才 我們做 之前做了下去 那個泡菜 那個醃醬那裏 那裏 因為我用了青蘋果 所以打出來 顏色就沒有那麼鮮艷 如果用紅蘋果呢 它的蘋果品有些紅色呢 那它那個 顏色就會再紅一點 再鮮艷一點 這樣呢 其實呢 你就可以試一下味 看看是否適合自己的口味 揉勻之後 嗯 最快的話 其實呢 放它半個小時 就可以吃了 當然呢 你醃它越來越入味 我先試一下味 很夠了 辣度也很夠 當然 如果 你覺得你想再辣一點 呢 為什麼它進去我手套 如果你想要再辣一點呢 你可以再加多一點 紅辣椒粉 我就夠了 好了 那接著呢 如果呢 想醃它 就不要馬上放進雪櫃 除非你說 我這個還沒夠 我不用再去醃 那你就可以 就這樣放進瓶子裡 然後就放進雪櫃 但是如果呢 你想呢 我不是啊 我真的想它 變泡菜 要它有一點點發酵 這樣呢 我們呢 拌好它之後呢 我就找一個 跟著下來的 盤 你可以是一個瓶 是一個 什麼都好 一個玻璃瓶 或者是一些器皿 或者是一些器皿 這樣呢 我就用這個盤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盤有一個膠蓋 來醃 因為呢 我很快吃了 不會放很久 然後呢 我就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的時候 就盡量壓 如果你放進去的話 就盡量壓緊它 不要讓它有多空位 放進去 我現在呢 就把它全部收拾下去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呢 就不理它 按緊它之後呢 然後呢 我呢 就蓋上蓋子 然後呢 我放進去 不要理它 這樣呢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在室溫 放進去一天 當然如果你想久一點 可以兩天 在室溫 買在陰涼的地方放 然後才放進去冰箱裡吃 那呢 我現在呢 就這樣做好了 然後呢 我就放進去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吃得了 但是如果你想它發酵 然後呢 你就可以呢 就放進去 室溫 讓它有少許 讓它發酵 一天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呢 抹乾了些東西之後 我就蓋著它 然後呢 我就放室溫放一天 好 好 OK 鸡肉呢 就已經做好了 了 然後呢 我們把它呢 就拆絲 這樣呢 做一個涼盤 就最方便的了 就是 用些雞肉呢 拆了 灑熟它之後呢 拆絲 拆完絲之後呢 我們就用一點點 花雕酒 糖 和魚露呢 去醃它 醃它 這樣呢 醃它 一個多鐘呢 放進雪櫃呢 雪櫃一個多鐘呢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用一些 青瓜絲放在底部 墊著它來吃 拆好絲之後呢 好了 然後呢 我就可以放一點點花雕酒 那我這裡呢 在加拿大呢 買的那些花雕酒呢 是有鹽味 有鹹味的 所以呢 我放一點點下去 我就要放一點糖 去中和它 放一點點 浸到雞胸肉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就放一點糖 下去吧 大約一個大匙巾的糖 然後呢 再放同等份量的 魚露 魚露有點香味 那 還有呢 它也有一點點 它也是鹹的 所以呢 我就放一點點 少於糖 就這樣 那我呢 現在呢 就可以放進雪櫃裡 冰住它了 回來了 那首先呢 我現在呢 最後呢 我就 將 上碟了 首先呢 我呢 這個 這個 我放一些 青瓜絲 青瓜片 我叫 那 那 我就 幫它鋪多一點 鋪在底部 花雕 酒 和魚露浸出來的雞絲 那 夏天吃 然後呢 涼快了 接著呢 就是我做好的爆菜 那我又可以 蓋起來 好了 做好了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就是 最後的 用白酒中的凍飲 今天介紹就是這麼多了 今天介紹的東西呢 就是很適合夏天吃的 全部都是冷的 那 希望你們喜歡啦 下次再見 拜拜